第一批简约公屋即日起接受申请 4400个单位分别位于牛头角和元朗 不少申请者都希望入住岛市区单位 防委会上星期向轮后公屋三年或以上人士寄出申请表 不少人第一日就到落户防委会总部交表 有申请者说已经排了公屋五年 我住通房所以子女和经济的问题 六七年来里面都有蟑螂有很多东西 环境很差 第一批简约公屋最快明年第一季入伙 4400个单位 2150个位于元朗游博路 月组由740元到1420元 牛头角坐轻路就有2290个单位 租金较高要1110元到2650元 不少申请者仍然想住市区 如果你在元朗走出地铁或搭车 都要15至20分钟 因为我女儿刚刚是读中学一年班 远去元朗那边上学很远 真的没办法 简约公屋用地使用期为五年 局方早前说有信心所有住户都可以获得公屋偏配 不过申请虽之列明 当项目结束营运的时候 无论住户是否获得公屋偏配 都必须签出同交回单位 自行安排居所 这些政策的事没有自己个人要求 他的规矩是这样的 我们就跟规矩做事 偏配将采取计分制 选非市区可以获得30分 同时选市区和非市区可以获得15分 而只是选择市区就不会获得加分 至于住在劏房 有特殊健康状况 或者家庭成员中有长者或者小朋友 亦都可以获得加分 无线电视记者蓝豪杰报道